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假设检定的步骤 我们要进行一个假设检定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介绍我们的步骤 怎么样去做的话 按照固定的程序比较不容易弄错 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依照它要检定的内容 就是它原来宣称是什么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就叫做no hypothesis 那么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来建立的是对立假设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HA或者H1 对立的 这两个是对立的 那么这个对立假设 它所影响的是什么呢 拒绝欲 要不就是双尾跟单尾 如果拒绝欲是两头的话呢 那就代表的是双尾 如果拒绝欲是单边的 我们就称为单尾 我们设定好了这两个步骤以后 H0跟H1之后 那么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显著水准 显著水准是什么意思呢 显著水准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及格的标准 不同的显著水准 会给我们不同的一个要求的 的一个标准 就像是我们的及格的标准一样 有的话呢 大学就是60分 那么可能研究所 然后就知道70分 这个是显著水准 一般来说题目都会给我们 好我们依照的题目的要求 然后我们看我们做的结果 看是大样本还是小样本 或者是依照提议的状况 我们来判定是检定的方法 那我们的话一般来说 最常见的 用Z的方式来处理 如果说小样本常态 那我们后面我们都会介绍 这个是检定的方法 我们有T 假设我们检定的对象是什么 对象是变异数 那么我们会利用卡方分配 如果说是两个母体之间的 这个变异数的比较 那么我们就会用F分配 这就是我们的检定的 统计量的方法 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资料 我们就可以先依照查表的方式 建立拒绝欲 然后呢 再来建立了拒绝欲之后 根据我们所搜集来的资料 就是所谓的样本的资料 我们的落点 看看是落在哪里呢 接受欲还是拒绝欲 最后下结论 结论 如果说是不显著 代表是我们支持H0 就是没办法拒绝H0 如果结论显著 就代表的是拒绝H0 那么我们来看看 例题比较了解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是一题是双尾的例题 我们来看看什么题目 是依照这个提议 去做双尾的检定 假设某罐头出口 标准规格是 净重是250公克 我们抽了81罐 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我们知道这是大样本 现在发现净重多少 255比较多 罐头要是变得比较重 不是好事情 不一定重就会比较多 万一里面有坏掉的话 也有可能 空气有一些细菌 标准差多少 3 现在我们在显著水准 0.05的前提之下 检定这批罐头 是否符合这个250 255到底会不会太过头了 离250差太多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不可能会刚刚好250准准的 那么会不会差太多呢 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首先建立虚物假设 H0是什么 我们先相信他250 对立假设是不是250 所以H1我们写什么 μ不等于250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资料列出来 几个 样本数81个 我们发现255叫做 X-bar 指的是我们抽样调查出来的平均净重 那么这边是三功课 三功课是我们这里抽样出来的结果 那当然是S 这叫做样本标准差 这不是母体标准差 好 那现在这笔资料足不足以去推翻 它是250的这个假设呢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题目是在这边 我们落点在255这边 可是我们究竟这个地方会不会太严重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显著水准 α等于0.05的前提之下 这个是一个双尾的双尾 这个地方是255 那这边请问一下 这个落点会不会太过头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来常态分配表的话 这是双尾 从这边来看 不等于是两头的 那么这是0.05 那就是0.025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0.025 那这边就是0.475 那么我们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0.4750在这边 这是什么 1.96 这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来我们把这个图拿掉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96 这是负的1.96 这是标准的双尾 然后显著水准0.05的一个标准的值 好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标准值是1.96 正负1.96了 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样本资料的Z值是多少 这是Z值 这是Z值 来我们Z 这是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测验出来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X bar减掉μ 除以S除以根号N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255就是我们的X bar 250是我们的虚无假设 S是我们算出来的样本标准差 N代表的是我们的样本数 我们算出来结果是几呢 下面是三分之一 这个多少 15 15是远远的去超越了什么 1.96 它已经落在非常严重的红线的范围之外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拒绝H0 这边超过了1.96 拒绝H0就代表什么意思 接受H1 H1的话呢 是指的是这个不等于250 不等于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结论显著 这是一个双尾的一个立体 结论显著代表的是拒绝H0 接受H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单位的立体 有一种专门抗忧郁症的一个特效的处方药 那么这个剂量 我们希望它能少则少 因为以降低什么 副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话呢 能够不吃是最好 那不得已我们才吃 那么有一家健康杂志宣称 这种药啊 平均最小剂量 每人是多少 140 或更少 他的宣称 这是健康杂志 杂志的宣称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要 去检定的一件事 他说140 或更少 那么我们实测的值呢 对于他的讲法 有点怀疑 结果我们去查了一下 样本数几个 N是900 结果我发现 我们测出来结果是146 标准差也蛮大的 48.2 现在用0.05来检定 他的宣称 那么这个题目 他的意思是说 140或更少 那么我们想要拒绝他的话呢 就是140以上 就更多 结果我们发现 更多 那到底是不是多到离谱呢 离谱我们就拒绝他 不是很离谱 我们就不拒绝他 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单位 我们只拒绝右边 不拒绝左边 那么我们先把虚无假设 跟对立假设写下来 虚无假设 140 或更少 所以我们包含的是左半部 但是我从这个 H1来去写就可以了 H1指的是超过140 这个呢 相当于 这个就是小于等于140了 我们这样写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的mu 就要带140 如果你写小于等于的话呢 会让人家觉得疑惑 来我们把资料先列出来 900个样本 X bar是146 146是我们自己算出来的 去调查出来的结果 标准差S是48.2 那么我们看 这个题目是一个大样本 单位 这个是显著水准 0.05 那么我们看 这边的意思就是 拒绝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Z值是多少 我们可以查一下表 来我们看一看 来我们看常态分配 这个地方是0.05 这边就是0.45 0.45 我们查一下 几率是0.45 找到了 4495跟4505中间 这是1.64 也是1.65 就是1.645 来我们把这个表拿掉 1.645是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是1.645 这就是我们的 应该说是 临界值 就是 它就是拒绝跟 不拒绝的 一个界限位置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为 作为及格标准 Z是1.645 来我们看看 我们的Z是几 Z是等于 X bar 减掉μ除以S除以根号N 那么我们这边的 S bar是多少 146 我们的μ是140 我们的S是48.2 N是900 这个样本非常大 于是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是多少 6 上面是6 下面是1.61 这个计算机按一下 发现是 3.726 3.726 落点在哪里 在红色的位置 的右边了 那也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下结论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说是结论显著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 打一个星星 结论显著 大于1.645 拒绝H0 接受H1 结论显著 意思就是说 它的这个宣称 经过我们的调查之后 我们推翻它了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假设检定的步骤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 首先 建立H0 虚无假设 对立假设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先坐 后坐都没关系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 用什么分配呢 看看这个题目 是要检定什么 检定平均数 我们不外乎 就是用Z 用T 那么再来 就是 如果说是检定变异数 那就用 KiSquare 根据显著水准的Alpha Alpha一般来说 都会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Alpha是0.05了 先找出了理论值 按照我们的 查表的方式 找到的是一个 临界值了 然后我们根据的观察值 转换统计量 算出了Z值或T值 或者是什么值 算出来以后 看看它 跟这个原来的理论值 来做一个比较 如果说 这个比较出来的结果 它在这个理论值之外 就是 不论是左尾还是右尾 或者是双尾 我们就可以 就做下了结论 是结论显著 或者是结论不显著